咱们倒来不及了 我来 80年前 他以四尺之躯 暗杀亲民日本军官 让鬼子闻风丧胆 80年后 他如愿来到天安门广场 观看这场生气仪式 他俯身亲吻国旗的那一刻 令无数人为之动容 他就是抗战英雄李安甫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 老英雄李安甫的故事 2019年6月29日 天空还是灰蒙蒙的一片 李安甫老人 早早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他穿着老式军装 虽然是老式军装 但是 却非常精神 并且军装上挂满了奖章 每一枚奖章 都是李安甫老人 曾经辉煌岁月的见证 已经94岁高龄的李安甫老人 在记者泥泥的陪同下 跟在国旗护卫队身后 看着国旗护卫队 铿锵有力的步伐 老人无比激动 要知道 他等这场生气仪式 等了70多年 他不止一次提出 想要来天安门 看一次生气仪式 但因为年龄大了 孩子们不愿他来回颠簸 直到央视记者 得知老英雄的愿望 专门带着老人 来参加生气仪式 圆了老人的梦想 刚开始 李安甫老人还能跟得上 但是过了一会儿 老英雄体力渐渐不支 速度也逐渐慢了下来 为了让老人 不错过生气仪式 一直陪着老人的记者泥泥 一把抱起了老人 紧追着 已经走远的护卫队而去 事后 泥泥还为自己 抱到了抗战英雄 而激动不已 他当时就一个念头 那就是 一定要让老英雄 看到生气仪式 终于 紧赶慢赶 在生气仪式开始的前几分钟 老英雄赶到了现场 他站到道路一旁 当国旗护卫队 踢着整齐的步伐 从老人身边走过时 老人站着笔直 目送着护卫队 走向国旗台 随后 看着五星红旗 冉冉升起 国歌响起的那一刻 老人顿时抬头挺胸 对着国旗 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一直等到国歌声落 五星红旗 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李安甫老人 才缓缓放下镜里的手臂 仰头注视着 看了很久很久 生气仪式结束后 老人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他慢慢地走在天安门城楼下 用手抚摸着珠红色的城墙 一寸一寸 感受着祖国母亲的力量和温度 而李安甫老人沿着城墙 一路走到了平时战士们训练的地方 老人站在训练场外 静静地看着训练场上的战士们训练 战士们也看到了 站在外面的老英雄 他们将老英雄请到训练场 并且专门拿来了一面平时训练用的国旗 李安甫老人看着这面 静在咫尺的国旗 深情地俯身亲吻上去 之后 老人就在一边和战士们一起训练 休息的时候 战士们围在李安甫老人身边 听老人给大家讲述 当年战火纷飞的岁月 被爆起的老人名叫李安甫 虽然身高只有1.2米 但他却成功暗杀7名日本军官 让鬼子闻风丧胆 李安甫老人究竟有着怎样传奇的故事 1925年 李安甫在山东烙林出生 他还有三个哥哥 虽然孩子多 但李安甫家里条件不错 从小就读私塾 后来还去当地的学校念书 渐渐的 日军开始侵占我国的领土 李安甫的父亲还有几个哥哥 都陆陆续续开始参军抗日 李安甫年龄小 无法上战场 但是他却时时刻刻都在为上战场杀敌 做准备 他要求自己的父亲教自己打枪 因为李安甫的父亲枪法了得 李安甫也希望自己能学会父亲的本领 父亲见李安甫执意要学 便让他从基本功练起 每天用小木棍当肥镖投掷 距离从近到远 练习基本功是最苦的 李安甫常常因为练习基本功 而导致胳膊酸痛的抬不起来 但是当父亲问起他感觉累不累 受不受得了这个苦时 李安甫每次都会立马坚定地表示 一点都不苦 父亲每次只是笑笑不说话 在父亲的教导下 李安甫的基本功非常扎实 练习了两年多的李安甫 终于也练就了百发百中的本领 随着日寇日益猖獗 李安甫见证了自己的家园被毁 他上战场打鬼子的信念 越来越强烈 1938年 正赶上肖华来烙龄招兵 李安甫听到这个消息 拽着好友和同学就去报名 虽然肖华带的兵 大部分年纪都比较小 但是像李安甫这样 才13岁的 着实没有 肖华虽然感慨于李安甫 有这么高的觉悟 但是李安甫的年龄 实在是太小了 便委婉地拒绝了李安甫 但是李安甫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每天都会往肖华的队伍跑 每次去就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让肖华同意他参军打鬼子 肖华被李安甫执着的精神打动 于是他便给李安甫出了一道题 他拿出冲锋号交给李安甫 并且告诉李安甫 只要能吹响冲锋号 那就同意他参军 原本肖华想的是 李安甫瘦瘦小小的 再加上又没有接受过训练 要吹响冲锋号是非常困难的 吹不响冲锋号 那李安甫自然就知难而退了 没想到李安甫接过冲锋号 放在嘴边用力一吹 居然吹响了 肖华万万没想到 李安甫曾经在学校的时候 就参加过学校组织的吹号队 他也算练习过吹号 就这样 刚刚13岁的李安甫 成为了一名巴鲁军小战士 参军后李安甫被分配成为死号员 在训练时 李安甫上手非常快 没多久就能吹出完整的冲锋局 这里很多老兵都自愧不如 因为之前某些原因 李安甫受伤康复后的身高 就停留在了1.2米 一开始李安甫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但是后来 他想开了 这是缺点 也是优点 因为他身材娇小 所以每次李安甫吹冲锋号时 都能很好地掩藏起自己的位置 冲锋号一直在 战友们勇往直前的勇气就一直在 后来 肖华还发现 李安甫不仅人非常机灵 还有文化 于是 李安甫又兼任文化教员 负责带领战士们读书认字 小小的身体有大大的能量 李安甫和战友们相处得非常愉快 第二年 李安甫成了肖华的四号员 虽然李安甫也能上战场 但是李安甫的目的是 亲手杀鬼子 但是他作为四号员 是没有给配枪的 这让李安甫每次看到 战友杀鬼子的时候 心痒痒的 终于 李安甫也抓到了杀鬼子的机会 那天一场战役结束后 他正奉命清点战场 突然听到远处有微弱的声音声 他靠近一看 是个鬼子 李安甫一见 是个半死不活的小鬼子 当下三步并做两步 一脚将鬼子手里的刀 踢到一边 另一只手 顺势夺过小鬼子手里的枪 然后砰砰两枪 结果了小鬼子 杀掉了日本军官的李安甫 算是开张了 他被选入武功队 专门去暗杀那些 最大恶极的日本军官 他印象最深的 就是刺杀川岛古川 80年前 他以四尺之躯 暗杀七名日本军官 让鬼子闻风丧胆 80年后 他如愿来到天安门广场 观看升起仪式 他就是抗战英雄 李安甫老人 虽然只有1.2米的身高 却是共和国的巨人 1939年10月 李安甫进入了武功队 这支队伍专门去刺杀那些 在我国错恶多端的日本军官 李安甫老人在接受采访时 告诉记者 他印象最深的 就是刺杀日本教官 川岛古川 这个人虽然不像 土匪袁申二那样出名 但是他在涝林干的坏事 一点不比土匪袁少 他是日本的教官 为了训练 他在涝林抓来老百姓 并用绳索将老百姓捆起来 当作他们练习的活靶子 而那些被捆起来的百姓 只能被迫被小鬼子砍伤 最后被活活折磨死 川岛古川 再把人随意推进河里 如此罪大恶极的人 就是砍死他十次 也不为过 李安甫早就想干掉这个禽兽了 但因为要遵守纪律 他一直忍着一口气 终于接到了 自杀川岛古川的任务 他为了万无一失 特意去山下 观察川岛的行踪 他发现川岛非常警惕 毕竟杀害了我们那么多同胞 知道自己有多招人恨 所以他基本不会单独出门 很难找到机会暗杀 但李安甫灵机一动 他才想 这个川岛再警惕 也不会在意一个小学生 所以 扮成小学生是最好的办法 而唯一扮成小学生 不会被怀疑的 就是李安甫 制定好计划后 李安甫就找来了一套 小学生的校服套在身上 然后在川岛的必经之路上晃映 因为李安甫并不高 再加上年龄本来也小 扮成小学生毫无违和感 他看到川岛走过来 还立刻诚惶诚恐的 对着川岛鞠了一躬 川岛见是个小学生 还对着自己鞠躬 便没有丝毫防备 甚至还摸了摸李安甫的头 之后就走了 走出没两步 李安甫回身掏枪 对准川岛的心脏 就是两枪 然后收枪 迅速顿入一旁的街道 消失的无影无踪 川岛的护卫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川岛已经两眼一翻 彻底领了盒饭 那之后 日本内部就一直流传着一个 杀人于无形的小学生的传说 但始终没人找到 这个小学生究竟是谁 在武功队任职期间 李安甫先后供暗杀了 七名日本军官 给日军造成了重创 当然 自杀这么危险的任务 李安甫也有11次 死里逃生的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 李安甫因为负伤严重 被调到了厂里 担任保股长 一直到退休 退休后的李安甫老人 依旧活跃在各个学校 给孩子们讲述曾经的岁月 没事的时候 今年李安甫老人已经97岁了 让我们祝福李安甫老人 健康长寿